現在都不見得是真實的 防範詐騙 亞裔警官宣導 不遺餘力 所以這次到慈濟來 就是為了知道慈濟 有這樣的能力跟警方合作 而不僅僅是80多人 而是有最後能發展到800人 甚至更多的人 來通過這樣的渠道 讓警方的信息更快地 傳播到我們的華人社區裡面 紐西蘭晋思書宣舉辦講座 大家討論如何免於受害 冷靜一點 然後再盡心分析一下 然後不要馬上就信任他 求助警局或者朋友 親人 不要自己擅作主張 親友多關懷並提高警覺 好讓多變的詐騙手段無處可行 大愛新聞知識美之工 張立真謝錦志 紐西蘭報導 美國北加州 透過 我們來跟旅行的